鲤鱼跳龙门 河中的鱼爷爷告诉三条小鲤鱼 只要能跳过黄河里的龙门,就能变成龙 三条小鲤鱼告别鱼爷爷 他们要结伴去寻找龙门 他们逆经千辛万苦,来到黄河上游 看到河中耸立着一座龙门 黑鲤鱼奋力向上一跳,但没有跳过去 红鲤鱼说,还是让我来吧 但是,它也没跳过去 三条小鲤鱼聚集在一起,开始想办法 金鲤鱼说,我们一个顶一个 这样就可以跳过去了 黑鲤鱼向上一跳 红鲤鱼在下面顶了它一下 黑鲤鱼跳过了龙门 刚跳过龙门,黑鲤鱼就变成了一条黑色的龙 红鲤鱼开始跳了 当它快掉下来时,金鲤鱼在下面顶了它一下 红鲤鱼也跳过了龙门 变成了一条红色的龙 可金鲤鱼跳时没有别的鱼帮它 所以它没有跳过龙门 掉进了水中 金鲤鱼不停地向上跳 两条龙在旁边为它加油 金鲤鱼奋力一跳 终于跳过了龙门 变成了一条金色的龙